吃货请便 带你尝世界 大家好 我是老白 我们今天继续在西安吃吃吃 今天来到了灰民街 小朋友劝退啊 不要去灰民街 西安灰民街骗人的 这不是北京卯罗武相 这是灰民街 其实特别大 特别大一块地儿 都属于回方 不是方上 都方 方上 咱们今天走到哪 吃到哪 看什么东西好 咱就尝尝 走吧 走 咱撈撈去 生食 寻味回方 吃肉喝汤 谢谢老板 这牛肉啊 第一道的西安小吃 老板特别实在 知道我第一次吃 还给我加了点肥的 他说肥的更香 看起来还是挺诱人的 据说是拿牛油和面粉裹着牛肉 然后蒸熟的 这边是非常软弄的牛肉 它很有味儿 这块儿不大 外边裹的面比较多 那所有的味儿都在那个面里边 这花椒的味道有咸味 牛油的香味 还有一滴滴滴的辣 略略的麻 咱尝个肥的 各位 我也是很挑战的 吃这么肥的啊 涼粉的口感 我觉得只要趁热 这是肥的 吃完就没问题 喝尝尝 喝尝尝 这有筷子 我喜欢瘦肉吧 嗯 你这花宝不吃牛肉了啊 好吃吗 好汤啊 哎哎哎 吃完那个喝点茶 茶是标配 好嘞 老板特别实在送了杯茶 说这个姐弟还送了点蒜 说这三样是一起吃的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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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情人 对 你好 哎呀我这个屎ason经常看 是吧 哎哟谢谢 牛炸柿子 嗯 这有点意思 2个是6块是吧 这什么馅儿啊 那玫瑰和好这个经典一点 这增高行吧 也有吗 也有吗 你忙吧 我们去买蒸糕 来 看过来吃吧 要尝尝点 东南亚蒸糕 跟北京牛街的时候哪不一样 看着大鸡肉 糯米 早馅 有一点点皮 天敬各位 跟北京那个还不是太一样 它这个 枣泥这个馅 非常的稀 有点趋均液体的趋势 还负责在糯米上 一个枣和红糖 还有蜜豆 做在一起的 所以非常香 糯米整个也没有那么的紧 吃蓝蒸 比较软糯吧 挺好吃的 也不错 也算长辣了 这次 这一下 祝福 猪肚留宿 下午有时间 我看这有两天价格 切一袋椰子 它里面肯定有铁丝啊 你看那个前门那儿不是 好像大炸糊糊玄公的 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来这里面透明的管 然后哇 水盖上了 就看不见了 这一个道理 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棍 来点来一个水和羊肉 几份 一份 一个水和羊肉 对 39 哇 还挺烫 走 泡馍去 这有一家特别有我们的老金家水喷羊肉 我注意吃到的 给这么一个馍 好像挺厚的 它叫什么脱脱馍当地点 把这个掰碎了 泡进去 和里面的东西一起吃 吃水羊肉就是可以掰得稍微大一点 不用像泡馍那么碎劲 它掰得块稍微大一点 就跟小花掰泡馍似的 其实我觉得这才叫泡馍 是吧 那个洋化什么的 那个像主馍 然后它给了一碗羊汤 然后里边呢 香菜浮了一大层 然后里边有 哇 大批的羊肉 还有粉丝 据说这个起源于胃馍 不是真正的回访小吃吧 但是也流传这么多年了 反正这个东西 好在当地就要羊肉泡 这什么羊肉我第一次吃掰得不对 您批评啊 我觉得这块可能稍微削的有点大 打得大 咱尝什么味儿 天天啊 嗯 一泡羊汤 还不算 这模外面还是比较硬的 然后吃起来呢 比较干 然后鸭皮皮 才能把它咬断 嚼碎 它里边是比较酸乎的 有点拌翻面的意思 滴了好多羊汤啊 很香的 这个羊油没少割 这个羊肉味非常的重 然后看看里边的羊肉 哇 很风浴的一块啊 带皮的羊肉 这个并不是堵什么的啊 这就是羊肉 这就一定很热啊 这羊油凉了就没块吃了 好吃 这不错 可昨日一道饭 羊肉这个东西 不那么可怕 还有几个优点 有几个缺点 蔡兰先生说 羊肉这个玩意儿 喜欢的 可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就一点都不沾 没有中间地带 这是他说的啊 马亦东先生说 说羊肉这个东西 年轻人吃多少都能化 但是吃别的肉不行 对的其实也很难消化 但是羊肉也有缺点 什么呢 就特别容易上火 羊肉这个好吃 吃冷煤丸 特别 哇 第二天反应很大 大家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有条件的 家里有条件的 可以吃个萝卜什么的 比较能降得住这个羊肉 今天终于吃了 美味的水盆羊肉 一直都把它吃掉 不能浪费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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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投喂一下 你们究竟没吃饭呢 各位 这咬是算哪的啊 还劲了吧 你好 你好 看你节目 是吧 啊 好